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2月14号 周三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一扫昨日的阴霾 再次走高 今天罗素临掌 今天的节目咱们会重点讲讲两个名人的持仓 以及两只个股财报 还有像TLT债券以及费城半导体 ETF SOXX的价格走势问题 还有提示一些风险 好 咱们首先简单看一下 关于今天市场的整体走势 市场涨得都不错 主要的原因是美联储似乎是淡化了 昨天1月份比较热门的CPI报告的影响 特别是鲍威尔在CPI报告公布后的 一次闭门会议上告诉国会 说通胀数据与他们的预期一致 他们将期待PCE报告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那么像美联储的古尔斯比 那是发表了更加鸽派的看法 他说即便是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略高 他仍然与美联储重返目标的路径一致 关于通胀 他预计昨天咱们谈到的住房服务的通胀 将恢复和改善 好 咱们今天的经济消息 只看这么多 重点是来讲讲 关于名人的持仓 还有其他的个股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在去年提到的 比较多的这个麦克波瑞 麦克波瑞的这个四季度 在去年就是现在不是正好是 出13F报告的时候吗 咱们看看他的一个持仓情况 在去年的时候他警告说 科技股主导的市场反弹不会持续 当时他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是持有500标普的500指数 还有纳指100指数 以及一篮子的半导体股票的看跌期权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里边 其实也在持续跟踪他的一些持仓情况 还有他的观点 但在这个四季度 他显然是改变了想法 卖出了最后的一批看跌期权 并在四季度向他的投资组合里边 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头寸 持股的数量从之前的13只 扩大到了25只 这是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多的一次 那么他加仓了哪些股票呢 他加仓了谷歌 亚马逊 ACIC SQ C CVS OR CL等 这是几个加仓比较多的 他的持仓的价值是从4400万美元 增加到了9500万美金 几乎是把仓位往上翻了一倍之多 所以看起来在今年 他也是赶上了股市上涨的这趟快车 在去年四季度 即时的根据前瞻预期是调整一些对于市场的看法 那么今年一季度看起来这个持仓如果没有做出改变的话 收益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伯克希尔哈萨维BRK巴菲特他的持仓情况 因为现在伯克希尔哈萨维BRK90%的仓位的安排是由巴菲特来做的 还有10%是由其他人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大部分的交易决策还是由巴菲特做出来的 来看一下他们在四季度总共减仓和加仓了什么东西 减仓的股票非常的多 第一个是苹果出售了1000万股的苹果股票 目前还是持有它最多的是属于9.05亿股 价值1660亿 苹果现在的持仓相当于整个投资组合的差不多50%的仓位 还是属于它的一个最大持仓股 还有就是派拉蒙影视PARA 四季度是出售了约三分之一的投资 三分之一的股票 目前还持有这家公司6300万股 还有就是HPQ减少了8000万股 降到了2300万股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砍仓 还有减少的一个比较小的是DHI 是一家建筑商 那么是减持了600万股 那么它减掉之后这些现金有没有加上去 看起来是没有怎么加 它只加了一只股票 加的是CVX 购买了1600万股的股票 然后把持仓增加到了1.26亿股 价值是191美金 这个很奇怪 三季度的时候 它曾经是卖出过1300万股 后来四季度 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又给它买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这样 对于前景预期的改善 会导致可能刚卖了没多久 然后又买回来 其实咱们在个人投资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比方说因为一次财报 或者一次经济前景的预测 等等去改变一些持仓 包括加减仓等等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股市的投资灵活 要跟随趋势 不能说完全一成不变 不能说去年的观点到了今年 然后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后自己还完全不动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承认自己对于股市 永远不可能精准的预测 每一次变化 但是一定要去跟随 其实咱们投资的时候就是这样 其实我每天的节目 和大家来跟踪的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把我看到的一些信息 及时的和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和沟通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一些个股 今天包括昨天 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ABNB的财报没有讲 然后今天有UPST的财报 正好把这两家公司 也讲一讲 因为我知道这两家公司 持仓和看好的朋友也非常多 看看他们的财报的状况 ABNB昨天其实财报之后的波动 是比较大的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它的价格情况 公司其实是以超出预期的收入 结束了整个的二三年度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盈利没有达到预期 主要是由于和意大利的税务问题 导致的整个的四季度 收入是增长了17% 达到22亿美金 超出预期的21.6亿 全年的收入增长是18% 达到了99亿美金 那么今年最后三个月 就是预定天数和体验数量 它这个地方指的是四季度 同比增长了12% 达到了9880万 那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四高的季度 第四高的季度 但红色的部分是我标出来的 每股收益只有0.55美金 是低于预期的0.65美金 而且从前瞻上来看 和现在刚出财报的四季度相比 下个季度预定的过夜数 和体验的增长率都会放缓 目前我这里能够去收集到的 关于ABNB的整体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数值增速 24年现在是刚开始对不对 24年它是负38% EPS的增速是一个负增长 这是市场的共识 目前的一个情况 然后25年是重回增长的11% 那么基于目前 ABNB在24年和25年的 前瞻EPS的预估 24年的前瞻估值是在88到132 这个指的是到12月份 凡是我以后在这里写着 没有写几月份的 都是默认为是12月份 除非我写的 比如24年6月 24年3月 24年9月等等 没有写都指的12月 那么它的中位是110 到了25年是98到148 中位是123 目前看起来 它这个价格走的还是比较的超前的 我只能这么说 走的是比较超前的 好 这里我要提示一个 ABNB的技术面的下行风险的一个爆发点 141块钱 其实今天你看看盘中走到哪里 今天的盘中走到了最低点是142 然后被强力的拉起来了 141到153的这个区间 是一个近期非常重要的防守区域 一旦跌破141以收盘价为准 那么ABNB会下看至130级下方 其实你从估值上来看 下看到130级下方是不是正常的 完全正常和合理 但是现在没有破位之前 大家要关注它 要去自己去盯一下 那么它上方的压力 过了153往上走的话 就要去到162到177了 其实它中间跨度是蛮大的 大家还要自行去跟踪 我这里只提示一下 它的一些关键位置 至于这个业绩预期的调整 未来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变化 我们后面如果有再去跟踪 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 市场的共识预期 整体上并不是特别乐观 好 然后看一下第二只股票 这个UPST UPST这家人工智能贷款公司 给出的一季度 令人非常失望的前瞻之后 今天是暴跌了19% 创下了2023年11月30号以来的 最低的收盘价 以及2023年11月8号以来的 最大的单日的百分比跌幅 还是先看它的财报情况 然后再讲它的股价 四季度是每股亏损11每分 这与分析师预期的一致 营收是1.403亿 高于一致预测的1.348亿 前瞻预计一季度营收是1.25亿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52亿 而且公司预计 税息折旧摊销前的利润损失是2500万 而分析师预计的是正500万美金 这里边礼拜里差了3000万 那么而且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首席财务官表示 说越来越富裕的借款人的拖欠率 在不断的上升 这导致在为这些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定价上 更加的保守 还有就是有两个投行的分析师 给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评级 摩根达通分析师在报告中写到说 这令人震惊 因为我们之前认为业务量已经触底了 他言外之意就是没有想到还没触底 下边这个底下边还有地板 地板下边说不定还有地域 这个是我们说炒股的时候的这种开玩笑的说法 但他言外之意就是认为似乎还没触底 似乎可能还要等着美联储要继续降息 或者降息预期更加的强烈之后 才能够继续触底 他将目标价是从26美元下调到了24美元 并且维持对于该股的减持评级 减持 还有微布分析师写道 我们担心具有挑战的信贷质量的表现 加上宏观风险 可能会继续压制UPST的信贷买家 他的判断更加的悲观 他直接是给的跑输大势的评级 以及10块钱的目标价 就认为UPST会大幅下跌 现在的价格是26块钱 他如果评级12个月内看到10块钱 那要跌50%多 对吧 6-70% 所以他是非常悲观的 但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经验 关于分析师目标价这个东西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在意 你完全不必要在意 好吧 就是不要说他说10块 你就认为是10块 他说是80 你就说是80 不需要去管他的目标价的评级的目标问题 没有任何意义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来讲 尽量忽略他 你只要知道他对他的看法是乐观看法 还是利空看法就可以了 而且主要是看他的论点是什么 这个比我们说直接看目标价 要更加重要一些 因为目标价估值体系 你可以自己去算 按照你自己的体系去衡量 好 这里做一下更新 UPST作为一只高速成长型的企业 30-40倍的参考值 我这里只给参考值 这个值不一定准确 还是那句话 只给参考值 那么24年的前单估值我这里没写 因为没法写 写出来是个个位数太小了 那我这个标写出来 要比他那10块钱还悲观 所以为了防止吓到大家 那么就不写了 只把24年的EPS的预估的共识情况 0.08 告诉大家 25年的前章估值的情况是19-25块钱 中位是22 这是按照目前30-40倍去预估的 那么增速这方面 24年是挣114 25年是挣687 为什么25年这个能算出来这么大 是因为大家预计到25年 那个时候降细已经降的差不多了 已经降差不多了 然后市场的贷款信贷需求肯定会猛增 但我预计这个值会有较大的调整 就是25年这个 因为现在谁都没法说得准 美领储到底降几次 对不对 你说是三次 两次一次 四次五次 其实都说不准的 市场每天都在博弈 根据不同的数据在博弈 这里还是既然基本面上现在非常波动剧烈 那么咱们还是参考技术面 参考技术面是22块7到26块2 现在是26块4 这个地方破位之后会走大跌 会跌的比较的狠 大家自己注意 现在离台比较远 才26块钱对吧 还得跌挺多的才能跌到这 但是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非常宽的强支撑区域 跌破之后破位要走大空 大家看下方的两个支撑在哪就知道了 那就真的是可能一口气要跌到 微不许分析师说的这个接近10块钱去了 看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往上目前的强压力位非常的宽 所以它是一个宽幅震荡 27块1到37块8 这没办法 这个是它本身在之前交易区间 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宽的一个被套牢的区域 所以上面没破37块8之前 那可没什么想象力了 对吧 你下面没破22块7之前 也没有什么下跌想象力 22块7到37块8 在这个方案内来回来去拨动 好吧 这是目前的一个短期看法 好 然后说一下关于明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零售数据 1月的零售月率 目前经济学家的共识预计说 零售额将环比下降0.1% 这个数据会在美东时间 明天上午的8点半中公布 在开盘之前公布 大家看这个盘前期货的走势 就知道这个数据到底到时候是好还是坏了 根据目前已经发布的一些前瞻的数据 显示 1月份的零售是比较疲软的 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监测显示 零售总额较12月会下降0.16% 那么经济学家的共识认为 有几个因素影响了1月的支出 第一个是较冷的气温阻碍了美国人去外面购物 中心购物或者是就餐 第二个是较高的利率阻碍了消费者花钱购买新车 这一点反映在1月的数据里边已经是有了 因为经济分析局给了1月的汽车销售数据 1月份轿车还有轻型卡车的销量和12月相比是下降了 差不多7%的 所以今年1月和去年1月就不太一样 去年1月份零售额较12月是环比增长了3%的 所以今年的预期是一个-1 所以我们看看明天到底还能不能出什么大的意外 零售这边其实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GDP的状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明天 好然后再来补充两个信息 一个是我的一个持仓股的TLT 还有一个是SOXX 很多朋友在做半导体 TLT这边的情况在昨天的CPI出炉之后 当时不是超出预期吗 我之前不是讲过吗 我认为TLT不会跌破90块钱 暂时不会跌破90块钱 但在CPI出炉之后 我下调2块钱 它将不低于88块钱 这是根据算法我去调整了一下 不低于88块钱 因为预期的通胀出的比之前要火 而且是超出意外还比较多 所以调整一下 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是昨天有会员朋友问到了 我觉得这个信息还是挺重要的 应该给大家也同步更新一下 咱们公共视频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也是有债券 这是对于TLT的一个更新 然后还有最后的就是对于SOXX的价格走势 也给大家一些提示 SOXX的这个费城半导体的ETF 目前有一个小的支撑是在594到607 大家看到我这里给大家标出来了 这个地方它不跌破就算了 那就继续往上涨 如果跌破直接会下看 550块钱其下方 也就是这个支撑它可能都顶不住 550到下方的话 那就意味着从市价往下去跌的话 破为594之后 差不多还有6%以上的跌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在2月12号周一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滞涨形态的 是一个见顶形态的 这个形态呢 一旦SOXX如果能够站稳 收盘的时候突破639块9 就之前这个上影线的高点 那么这个形态就失效了 仍旧是一码平穿继续往上涨 那就是继续大涨该怎么涨怎么涨 如果过不去 在前期这个上影线附近继续遇阻回落 跌破刚才我讲到的594块钱 下看再跌超过6% 就是跌到550级下方 这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看法 也提供给大家 目前它基于它是涨了还是跌 那我就判断不了了 因为今天走势 全市场又走的就是又是感觉 又跟嗑了药一样对吧 昨天刚下去了今天又上来了 所以这市场就这样 咱们等等等到下个星期 就是表现最差的每股的 倒数第二差的 就是每年的2月的最后两周 倒数第二差的 除了9月份的那个之外 就是2月份了 咱们看看下个星期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本周你看今天又拉回来了 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 其他的看点就不是很多 至于指数层面 昨天跟大家已经更新过 相应的一些位置 SPY QQQ 他们的点位在哪里 下去之后一个小支撑都破不了 那就是还是继续看着了 大家既然不卖那就捏 对吧就拿 拿到什么时候呢 拿到继续上方的保护仓位 继续增多 拿到大家已经感觉 你买不动我也买不动了 你瞪我我瞪你的时候 然后出一个什么突发的推动事件 啪啪就往下一走 对吧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现在吃仓 对吧既然不破位 再就不要卖 不破位的话你就不用剪 你就跟着一块坐轿子抬轿子 就完了呗 好这个就是今天 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今天节目到这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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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